我叫丽莹 出生在一个小山村 我们那个小山村不大 只有二十多户人家 虽然住户不多 但是大家都很团结 只要谁家有事情了 大家都不会袖手旁观 都会出手相邦 母亲小的时候 家里很穷 没有上过学 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认识几个简单的字 虽然母亲没有文化 但是她从小就教育我们 都做善事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和别人斤斤计较 并且还不让我们 占别人一分钱的便宜 在我家东边 隔了五家 住着赵大娘一家人 赵大娘是北方人 嫁到了我们村子 听说她家离我们这里很远 坐火车要两天才能到 赵大娘比我的母亲大几岁 她性格强势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斤斤计较 虽然我们家和她家 隔了五家 但是 我们家里种的地 和她家的地紧挨着 记得有一年 我们家里种了红薯 那年的红薯科 虽然在我们家地里 但是 因为红薯腾腸的太好了 有几根红薯条 爬到了赵大娘家的地里 因为平时 这些都是小事情 在我们村子里面 大家都习以为常 然而赵大娘却不依不劳 她来到了我家 让我的父母 现在就去地里 把那几根红薯糖 都翻到自己的地里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一家人都觉得 赵大娘一家人不好惹 所以说 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一家人 都尽量远离她 村子里面的乡亲们 也和赵大娘 打过几次交道之后 他们和我父母的想法 是一样的 赵大娘有一儿一女 两个孩子 他的儿子跟随着朋友们 去南方做生意了 听说生意还不错 并且还让赵大娘的女儿 也去帮忙了 在我十岁那年 春节前一个月 我们这里特别冷 每天都刮着寒风 人们都躲在家里不出门 偶尔太阳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会在墙角晒太阳 有一天 赵大娘从家里走了出来 她笑眯眯地告诉大家 我儿子有本事 他前几天对我写信 让我去南方过春节 南方的天气很暖和 不像咱们这里 屋子里面到处都是冷冰冰的 我今天下午就准备 坐火车出发了 大家听到这些话之后 都羡慕得不得了 从那天下午开始 赵大娘的家门上就上了锁 大家都知道 赵大娘去她儿子家里 享福去了 等到那年辣爷二十五 天上还飘起来了小雪花 再加上刺骨的寒风 别替我多冷嘛 那天一整天 我们姐弟三人都没有出门 母亲拿来了一个小铁盆 在屋子里面生了一堆火 我们全家人围坐在火盆旁边 弟弟拿来了两个烤红薯 放到了火盆里面 整个屋子里面都是烤红薯的香味 特别好闻 母亲看到火盆里面的柴盒有点赏了 她准备去大门口再拿一些柴盒 而我想着再多烤几个红薯 再多拿一些柴盒 就跟着母亲走出了家门 我们两个人缩着脖子 刚刚打开大门 就看到从西边走来了 一男一女两个人 那两个人二十多岁 男的长得高大帅气 她虽然穿了厚厚的大衣 并且那个大衣的领子还是竖着 但是她还是冻得满脸通红 嘴唇也有点轻 那个女的披散的头发 虽然穿的大棉袄 但是她还是冻得瑟瑟发抖 我看了一眼 觉得这对年轻人肯定是一对夫妻 我们这个村子本来也不大 村子里面的人们我都认识 这两个年轻人一看就是陌生人 天已经快黑了 他们来我们村子戴什么 看了他们两个人穿的崭新的衣服 并且还背了那么大的一个背包 应该是谁家的亲戚 趁着过年的时候来走亲戚的 那两个人一边走路 一边走顾右盼 因为路上也没有什么人 他们看到我和母亲 从家里走出来之后 急忙冲着我们走了过来 那个男的看到我们之后 随口就说了几句话 但是 他的话夹杂着家乡话 我和母亲根本就听不懂 他说的是什么话 但是那个男的口音听得很熟悉 我当时就想到了 赵大娘虽然嫁到我们村的二十多年 她虽然学会了我们这里的本地话 但是赵大娘说话的口音 和那个男的很像 看到我们两个人疑惑不解的表情 那个男的一下子就低下了头 胆急用生硬的普通话说道 大嫂 麻烦您问一下 你们知道赵翠玲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赵翠玲是我的姑姑 我是她的侄子 这是我的妻子 我们从东北过来 来姑姑家里走亲戚 在我五岁的时候 曾经跟着父亲来姑姑家里走过亲戚 只是时间长了 我根本就想不起来 我姑姑住在哪一家 我也是一路走一路问 凭着记忆找到了这个村子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赵大娘的娘带来人了 这两个年轻人 是她的侄子和侄媳妇 他们两个人千里迢迢地 从卖地坐火车过来了 但是赵大娘根本就没有在家 她去南方的儿子家里了 因为那些年 根本就没有电话 大家平时联系都是喜信 侄子根本就不知道 她的姑姑春节没有在家 母亲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急忙放下手里的柴河 开始和那两个年轻人解释着 她认识她的姑姑 只是她的姑姑 春节根本就没有在家 说完这些话之后 母亲还带着那阵年轻人 去赵大娘门口看了看 告诉他们 你们看看 这里就是你姑姑的家 侄子刚开始看到 姑姑家的大门之后 她很激动 高兴地说道 我想起来了 就是这家 这就是我姑姑的家 但是 当她看到赵大娘家的大门紧锁着 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赶紧走到大门口 顺着门凤芒院子里面看了看 随后就流露出失望的表情 凯凯 现在姑姑没有在家 我们白逃了这么远的路 我们千里迢迢坐火车 从外地赶过来 想不到扑了一个空 准备来这里的前夕天 我就想着 让你给姑姑写一封信 告诉我们 春节要来看她 你就是不写 说春节的时候 姑姑一定在家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一步 这该怎么办 那个年轻女孩 仰脸看了看天上飘落的小雪花 她颤抖着声音说道 静云 那我们两个人 只有重新走着 去镇子上面了 先在镇子上面 找一个地方住下 如果明天看谈不下雪了 我们再坐车到市里 再从市里坐火车回家 凯凯小声地说道 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我们知道赵大娘的侄子 叫做凯凯 侄媳妇叫做静云 凯凯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我们上午就到了镇的上面 因为下着雪 镇的上面连一个三轮车也没有 我们只好走得到了这个村子 你还一路劝着我 等到了你姑姑家 一定给我做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吃 想不到我们还要走着回去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的腿已经疼得走动路了 脚已经动得没有知觉了 我根本就没有力气再走回去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静云蹲了下来 她埋着头 呜呜地哭了起来 因为天快要黑了 村子里面很寂静 静云的哭声 一下子就惊动了左邻右舍 大家都纷纷打开大门 来到了赵大娘家门口 凯凯看到这些之后 她急忙放下手里的东西 开始蹲下身 不停地安慰着静云 母亲看到这些之后 她急忙来到了静云的面前 拉着她的手 小声地说道 姑娘 我们家的地方很大 有一间空闲的房间 如果你信任我了 今天晚上先住到我们家 等到明天的天气好了 你们两个人 再去镇子上面搭车 张桑 你头发上面粘的是什么 过来一下 我帮你摘下来 心直口快的徐沈 急忙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她一边 触着母亲使着眼色 一边把母亲拉到了一边 张嫂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是不是啥 那个赵嫂 赵大娘 平时一直都看不惯咱们 她处处为难我们 她的人缘一点也不好 这是她的侄子和侄媳妇 咱们对她们的为人也不了解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再说了 那些静云还怀孕了 现在过年了 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 你怎么能让她住在你家里呢 徐嫂皱着眉头说道 哎 他们两个人出门在外 现在遇到了难处 一想到 这个静云怀孕了 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因为我也有孩子 我不想看得 他们两个人又走回去 咱们这里离镇子上面 二十多里地 再加上下雪落滑 万一出事了 这该怎么办 我的良心不安啊 母亲长叹了一声 一边说着 一边向那静云那边走过去 徐嫂看到静云身边放着的礼物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天 在母亲的劝说之下 凯凯和静云准备住在我们家里 看得母亲带着他们两个人 说说笑笑地向着我家里走去 我的心里也有些疑惑 我们家的条件不好 这么冷的天 大家盖的都是好几年前的棉花被子 母亲准备让他们两个人去我的家里住 这个被子该怎么办 难道母亲让他们盖柜子里面的两床新被子 因为那两床新被子是乙乃送给母亲的 去年 市里的乙乃生病了 她的儿子在外地 没有人照顾她 母亲就去照顾了乙乃一个月 乙乃想着给母亲一些钱 但是 母亲说什么也不要 去年冬天 乙乃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之后 就带着乙乃来家里感谢母亲 乙乃看到母亲盖着前七年的这被子 一点也不暖和 直接就去镇子上面买了两床新被子 送给了母亲 那两床新被子 母亲一直受不得盖 她也守不得让我们盖 说等到家里来客人了 让他们盖新被子 难道母亲打算 让这两个陌生人带我们家的新被子 母亲带着凯凯和静云到了我们家之后 先让他们坐在火堆旁暖和一下 随后就开始去厨房里面做饭 记得那天 母亲做了大米红薯粥 炒了猪肉白菜炖粉条 并且还蒸了一笼馒头 这些饭放在现在很普通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 家里很穷 有时候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路 我们觉得这些已经是招待客人的好饭了 看那两门人狼通虎咽地吃饭 母亲满脸都是笑了 大嫂 不好意思了 让您见笑了 主要是我们一直坐火车 从早上到现在 一口饭也没有吃 想得到姑姑家里在吃饭 想不到凯凯一边吃着饭 一边不好意思地和母亲说着话 吃过饭之后 凯凯好像想起来了什么 她急忙把桌子旁边的那个大背包打开 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 当我们姐弟三人看到凯凯摆在桌子上面的各种零食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为那些零食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吃过 只吃过其中的橘子 我认识字 看那包装上面写着盖奶饼干 还有奶糖 以及几罐牛肉罐头 还有各种干果 看得我眼花疗瓦 大嫂 我和妻子是今天夏天结的婚 但是 因为路途遥远 我的姑姑只是给我们借了礼金 也没有去参拿婚礼 这次我就是趁着春节 带着妻子来见见姑姑 想不到姑姑没有在家 咱们党家人有缘 我们既然遇上了 就是缘分 您不但让我们借宿 还管着我们两个人的饭 您的好意 我们洗领了 这些礼物就不给我姑姑了 这些礼物您让孩子们吃吧 凯凯看着我们姐弟三人 笑眯眯地对母亲说道 听到凯凯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差点跳起来 那么多好吃的 以后就属于我们姐弟三人了 实在是太好了 大嫂 我们走了之后 如果姑姑回来了 您把这件棉衣转交给她就行 这是静云给她买的 您回来告诉姑姑一声 凯凯又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包袱 那天母亲接过来了那些小包袱 承当满眉袄交给赵大娘 但是对于那些吃的 母亲说什么也不想要 然而凯凯说什么 也要留下那些吃的 母亲只好收下了那些礼物 看到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那一大堆零食去了西屋 我们姐弟三人急忙跟了上去 那些年 我们的年龄也小 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 只是想跟着母亲 让她给我们拿一些好吃的 但是 母亲看了看我们 她皱着眉头对我们说道 我从小就教育过你们 不属于咱们自己的东西 咱们不能要 这些零食都能放得住 咱们一样都不吃 等到过了年 凯凯的姑姑从南方回来之后 我打这些东西 原封不动地 给她送过去 听到母亲的话之后 我们姐弟三人 都默默地离开了 那天晚上 母亲把柜子里面的两床新被子拿了出来 让凯凯和静云住在东屋 母亲给她们的床上 铺了厚厚的稻草 看到这些之后 我也是感慨完浅 这对夫妻和我们 没有任何续缘关系 母亲竟然对她们 比对我们还好 因为我们姐弟三人 从来也没有盖过那么好的新被子 第二天起房之后 小雪也停了 路上有很薄的一层雪 只是静云昨天可能受冻了 她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她们那天根本就走不了 于是母亲又开始熬姜茶 给静云冲鸡蛋茶 经过一天的休息 等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 静云和凯凯准备离开了 母亲给她们准备了一袋子馒头 让她们路上吃 又把那袋子橘子拿了出来 让她们两个人在路上吃 因为那一大堆零食 只有橘子放不住 母亲直接让她们带走了 对于别的饼干之类的 凯凯说什么也不带 父亲用毛驴车 把静云和凯凯 一直送到了镇子上面 等到那年过了中月之后 赵大娘从南方回来了 母亲急忙拿着那堆零食和衣服 送到了赵大娘的家里 告诉她 她的侄子和侄媳妇春节来了 这是他们带的礼物 赵大娘看到这些礼物之后 她一下子就愣住了 她告诉母亲 她的侄子前几天 已经给她的儿子洗不信了 告诉过他们 她买了一件棉袄 对于这么多好吃的 侄子一个字也没有提过 想不到 母亲把这么多好吃的原封 不动地送了回去 那天 赵大娘又给我们送了一半好吃的 母亲说什么也不想要 只留下了一小包盖奶饼干 然而 母亲也不会白白要那些盖奶饼干 她把家里的菠菜给赵大娘送去了一袋子 让他们夫妻二人在家里吃 因为赵大娘长时间不在家 她家里人一颗菜也没有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赵大娘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她对我们一家人越来越好 只要儿子从卖地邮寄回来好吃的 她都会送给我们一些 而我们家里也会送给赵大娘一些蔬菜之类的 到了第二年春节的时候 赵大娘没有再去她儿子家里 因为她的侄子凯凯已经提前给她写过信了 他们春节准备来看她 等到那年蜡叶二十八 凯凯和静云去赵大娘家的时候 他们提了一袋子礼物来到了我家 大嫂 自从去年我们相遇之后 我觉得我们两家人有缘 您对我们的好 我们一辈子记在心里 我的姑姑已经喜信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 我们也十分敬佩您的为人 从今以后 咱们就是亲戚 只要我们来看姑姑 就一定来你们家 从那年春节开始 凯凯和我们家也成了亲戚 而母亲也不会白要她的礼物 她每年都会让我给凯凯 寄一些自己做的粉条 人心换人心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只要我们彼此真心相待 就一定会收获到幸福